议会13号进行的宪布专案报告 针对离岛建设条例修法建议咨询 而其中有关于新增修订条文 开放离岛设置光光的赛马场一案 引发议员们强烈的反对 2017年金门地区办理了博弈的公投 在地方反赌人士大力奔走下 还有陆方政界宗教界的强烈反对 勇敢还有理性的金门乡亲呢 以24368票比2706票将近10比1的压倒性胜利 乡亲们用智慧拒绝了金门的赌场 2017年陈富海县长你也表达对博弈投下不同意票 2024年却又推动设置金门设置观光赛马场 离岛建设条例的修法 请一下县府此几不是在撕裂金门均匀的情感吗 针对县府所提的离岛建设条例修正条文中 有关于开放离岛设置观光赛马场 引发议员东森堡强烈反对 他以澳门新加坡赛马场因为市场萎缩 不堪相继的倒闭为例 提醒不要重蹈前车之鉴 我相信澳门赛马场都是在路方主导之下 关闭 新加坡刚刚我们领养生理议员讲到 我们要跟新加坡 好啊 那我们还推这个条例 我要谈的是 如果今天我们推动这个离岛建设条例 说不定大陆刚好两岸关系紧张 小山东就持续不开放旅客过来 我们这不是在做法制弊吗 这是什么样子的修法 县长跟处长停下这条决策谁决定的 谢谢总理员 我想修法的过程是非常长远的 那公共政策本来就是要娱乐的话 要跟公民的对话 那我们今天在这边 民主的各政法案也是在跟立会对话 那谢谢总理员的意见 我想说 县长陈福海表示 会重新思考 毕竟推动观光 还有很多的面向